好 中午的一时一刻 电键王子胡玉堂仙你好 晚安 明轩哥 这边有大家晚安 昨天的这个瘦跟今天这个瘦 简直是落差太大了 不过我们看到了美股电子旗也好 甚至台股的这个期货盘的一个表现 都领军往前攻呢 没有错 真的 昨天这个同一时间点 美股电子盘跟台股是同步的下杀 今天真的是结案不同 昨晚的美股也是蛮细剧性的 因为在昨天我们连线的时候 道琼电子盘是大概下跌了 应该七八百点左右 一度跌了快要千点 但是昨天的电子盘 应该说到昨晚的美股是开地走高收 我们到今天电子盘又涨了五百点 所以今天的台股 台子期一口气涨了三百点回来 等于把昨天的这个跌点给收复了 真的是疯了 这个行情真的是多空转变的 使人疯狂 太快了 当然我觉得因为现在市场的 你说美国那边的消息面 一些动作也比较多 不管是你看近期释出一些 比较正面的讯息 就是的政策等等 当然我觉得要去预测 整个讯息面的转变比较难 那我觉得回到技术面 可能比较能找到一些操作的仪归 第一个既然台湾指数已经回复了前一波的空方缺空 那我们在形态上的解读可以比较乐观一点 应该说是初步的一个所谓转弱的危机 它有化解 这个我们心态上可以先这样调整 那第二点 那顺着外资的一个操作 毕竟我觉得从汇率的角度去解读 我们可以比较大胆的研判 法人的资金 还是持续性的流入台北股市 对整体来讲 我们是比较偏多去解读 你说即便说昨天外资买很多 但是是买反一 不过还是有一些它逆势加码的个股 所以整体来讲 在今天当然多数的个股 都是呈现的一个扬升的一个态势 但是我觉得关键可能就在于接下来 因为今天是属于昨天下跌之后的跌升法 那哪些个股是比较能有续航力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那第一个我觉得还是从基本面的角度去看 一些营收获利不错成长的公司 其实中上期的角度来看 他们还是有基本面的支撑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像是 石英元件的经济 在今年前五月的营收获利表现都很好 那经济在技术面来看 其实在四月中下旬 那时候有来到波段高 来到六七块八 大概经过两个月的回档修正之后 当时的法人筹码有点逢高获利的调节 不过技术面的形态上似乎有走出了一个要突破的一个转强味道 因为近期的技术面看起来有均线纠结发散的一个形态产生 配合KT指标在中轴附近再次展开黄金交叉 这个部分可以把它列入观察 算是基本面跟营收 在今年的获利有成长的公司 另外我们再看到像是三五五七的加威 加威其实从原先的这个光电的一个领域 转型到所谓的居家用品的一个制造贸易领域 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就可以见到它的一个转型的一个效应开始做浮现 因为陆续收购了国外的一些居家制造设计的公司之后 整体的营运跟获利状况开始做回升 因为单就今年第一季的EPS来看 单季就赚了3.86 去年第四季是赚了2.93 当营运已经步入轨道之后 我们可以比较大胆预估 今年加威赚一个股本以上 应该是不成问题 而且它的毛利率拉升的也很快 大概有接近40%左右 因为有些自有的品牌 甚至是说设计的一些销售的一些服务 所以整体的获利状况都还是蛮健康的 所以以单位武器的价位来看 其实本益比说真的不算高 如果今年有机会赚一个股本以上的话 现在本益比第一个十倍不到 第二个外资也在五月份开始 沿路性的做加码买进 那当然当中它也 应该说先前公司派也谈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其实对整体营运状况的冲击性 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大 因为除了它的大客户 像是窝骂这些大卖场的一个部分 也开始回复到营运的轨道 再来就是所谓的 宅经济的一个崛起 大家在家的时间变长了 所以对于居家的相关的用品的需求 是比过去来的更多 甚至愿意花更多的钱 支出在所谓的居家的相关的消费性产品 所以对家卫来说它反而认为对于未来的营运状况 还是比较乐观期待 那技术面还是维持着一个多方架构 原则上我觉得伴随着今年的营运状况 获利成长的一个发酵 技术面来看应该是还有高点可以去做一个期待 那再来像是这个郁太跟创伪 那分别的利基性就是除了NB的几单之外 也是在今年下半年PS5的一个推出之下 两家公司都有机会吃到订单 在郁太做的维基电的麦克风 那创为的是Type-C的这个晶片 因为今年的PS5也新增了这个Type-C的一个 这个传输线的一个接口 所以两家公司应该在今年 下半年的营运状况 除了所谓的居家办公的NB几单的效应 还有这个PS5的一个拉货槽 开始在基本面它会做一个发酵的动作 所以两家的技术形态跟营收表现都不错 原则上我觉得这都可以视为 比较营运成长的个股 投资人都可以把它作为 比较基本面的一个角度去做一个布局 那再来跌升性反弹的 可能像昨天谈到镜像电 因为在DNPCB的个股买气有转强 不过你能看到最快公道涨停的 反而是这一波回挡幅度比较深的镜像电 因为这一波大概回测到季线附近 电到直纹 然后今天很快速的有点供造涨停的位置 当然其他的PCB个股 像南电 景硕 联帽 京居 我觉得这一块来讲PCB的部分 它的资金目前都还是蛮良性的轮动 原则上应该还有维持着一个多方的架构 可以期待 所以电子零组件这一块真的是备受矚目 不过今天的一个汽车股也是有多档这种汽车的相关零组件也很整齐 对因为我觉得最大的原因除了是全球重启经济的活动之下 原先受害最深的汽车链它的拉货开始启动 第二块可能是比较偏于在电动车领域这一块 因为Kesla的整体的营运状况 市场都给予比较正面性的平等 你可以看到机场指标性的个股 像是4551的自身科 这一波投信是买得很积极 另外1536的核大 也是投信最近积极加保的个股 所以大概少了一下有一些汽车个股 反而是投信最近有点雪中送炭的味道 为什么用雪中送炭来形容 你看核大的股价就知道 是在最近才刚突破连线的一个反压位置 你就知道四五月份 其实很多个股在反弹之际 汽车零组件有一些比较落后 但是就像我们讲的 最坏的情况过去之后 接下来这个报复性的拉货潮 在电动车领域当中 核大之前也谈到 有机会可以这样去做一个期盼 所以投信这个连五买的情况之下 以核大来看 原则上应该还有机会 沿着技术面的五日线 再往上去做电高 OK 也非常谢谢玉桃 跟我们进电话连线 谢谢大家